奖礼活动,活动当天的易阳千玺,身穿黑色套装打着领结,西装革履的少年,稳重帅气,风度翩翩,举手投足间一股行男风范。 他还获得了年度人气偶像,近日来易阳千玺频频频传完好消息,不但以嘉宾身份受邀出席2017佳人中国风十年超级盛典,还荣获2017巴沙南市巅峰人物年度盛典的年度吸引力明星奖的荣誉称号。 活动现场一身正装的他,有一种少年初展成的成熟与稳重,但笑容其实才是易阳千玺的大杀气,虽然他不经常笑,但是一笑起来,简直如三月春光,刹那花开。 曾经的小男孩真的长大了,介于少年与青年的易阳千玺,姚妹良粉什么的都不在话下了,都知道易阳千玺穿上西装就是霸道总裁犯,其实人家还是一个温柔的小哥哥呢,虹起弟弟来真是满满的都是爱。 还记得放开我贝比二李千玺,为什么被称为国民哥哥吗?那么懂得照顾小孩子的千玺,真不愧是超级地控,作为宠地狂魔中的一只,别人家都是晒心爱的恋人,而我们千玺就总是在微博上晒弟弟。 大佬对舞蹈的热爱,对音乐的探索,在影视歌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,都让我们全方位地了解了一个17岁的少年,他不仅能够在事业方面取得傲人的成绩,易阳千玺还不忘回馈社会,在公益方面积极参与。 易阳千玺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盲目追星带来的满足与快感,作为易宁千纸贺,我们更多的是从自家大佬身上看到了他的闪光点,他出道以来的不懈努力与坚持,他的坚韧品格和毅力,都让我们再向前进步。 最后一句,刚过完17岁生日的易阳千玺,由于偶像的公益之情,粉丝都变成公益应援了,这才是偶像的正确作用。 也没想出过正规模欄的模式,最尖酱余虽那部被移出来。 天平和我们依然的疾程我比,每每会好主意暴力,チ夫有没有则, 鱼 commute 브� Jeżeli duty鱧的人向自家大佛体。